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私人企業 那個6%的錢 直接由他的薪水扣除了 拉奧會還對外包裝說 十年來他做了很多事情 十年來仍然有很多工人領不到退休金 十年後 是一群工人活不下去 在老年給付 老人安養上 是沒有辦法過的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裡 是提出嚴重的抗議 陳菊任內裡面 一再談到就是說 因為舊子提撥的比例太高了 所以一定要推動新智 他們確定了保障新智能夠推動下去 可是前幾天我們看到報宅 在2012年 目前勞退新智的呆帳 已經有18億 是沒有提撥的 而在那個報宅裡面寫得很清楚 勞委會 現在叫勞動部 他又打敲了呆帳 兩億兩千多萬 等一下你們都可以請教 勞動部 問他們是不是有這樣的事實 這都是我們勞工朋友在第一現場所遇到的真實問題 我們希望勞工部可以真實解決這三個問題 才能讓我們勞工朋友有好的退休生活 好 那第一點 剛剛眾多理事長都講過了 像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勞退心智 要求我們的勞 要求我們的僱主 應該要提撥6% 就是勞工心智的6% 進入他的退休金帳戶中 但我必須問的是 6%夠嗎 我們這6%真的可以讓我們勞工有好退休生活嗎 沒有 當然沒有 現在薪資那麼低 像我們現在經過統計 台灣22K勞工就有三分之一 台灣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勞工就有22K以下 你這6%到底能幹什麼用 好 那就像我舉我們加勞工作為例子 每個月薪水只有2萬出頭 那你所謂6% 每個月大概提撥1000多 那我們勞工辛辛苦苦工作了30年 他辛辛苦苦工作30年 他只有拿到50萬的退休金 那這50萬退休金 他有什麼用 他能保證他未來2030年的生活嗎 當然是不行的 他更換我們還有物價飆漲的問題